Hello 大家好 今天黃絲拉廚房想和你們分享一個可以保慎 又可以養血的安眠茶 這個茶每晚我和我老公都會每人喝一杯 通常我們在睡覺之前 睡覺之前的一個多兩個小時 我們就會喝的 其實我們就很簡單 每天早上用熱水焗 用一個好像剛才看到的暖水壺 把材料放進去之後 加入一些大熱水 焗到晚上才來喝 所以會出味 這個茶的好處是可以養血、安神 亦是可以保慎 還可以幫助預防青肝眼 亦是可以幫助我們提升臉色 提升血氣 亦有淋水腫的功效 亦是可以幫助降血壓 和降膽固醇 我們首先看看用了什麼材料 其實非常簡單 材料可以是兩種 亦可以是三種 現在你們看到 最簡單 有紅棗和黑豆 如果喜歡的 如果喜歡的 也可以加多幾粒材料 紅棗 我就是要拍扁 然後去核 紅棗可以補中益氣 又可以養血、安神 又可以養胃、健脾 對於提升血氣 可以令我們臉色紅潤 而且它是很好味的 因為它是很甜的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材料 就是黑豆 你可以買一些黑豆茶 它本身已經炒了 用來焗茶就可以 又或者你可以買黑豆 然後自己洗乾淨 然後用白鍋炒 炒至黑色外皮爆開 就可以用玻璃瓶裝好 每次就可以拿出來焗茶 喝黑豆水有很多好處 它可以幫助消水種、排便 提升氣息、改善疼血 又可以降血壓、降膽固醇 還有保護心臟 而且可以幫助我們增加黑髮 預防青光眼 還有月經之後的調理 又可以幫助到 還可以促進產腐乳汁分泌 以及可以改善經前後群症 不過有些人不適宜飲用黑豆水 例如容易胃氣脹的人 因為黑豆水裡 都有機會有些寡糖的成分 令人容易胃氣脹 還有孕婦懷孕的初期 亦是避免飲用黑豆水 因為黑豆水裡 都會有一些痴激素 有機會容易令到子宮收縮 還有腎病患者 都是不適合喝黑豆水 因為黑豆水裡 含有甲的成分都會高 如果有腎病的人 就會加重腎的負擔 所以不適合喝 如果對黃豆或大豆有敏感的人 都是不適合喝的 其他人是可以每天都飲用的 不過每天飲用的份量 亦不能過多 如果每天一杯 就肯定不會過多 我講述我每天用的份量 現在畫面看到的 就是兩杯左右的份量 其實水大概是250毫升的熱水 黑豆用了兩湯匙 紅棗用了六粒 這份量是我們兩個人飲用的份量 就是現在畫面看到的 你可以像我們這樣 每天都飲用 我自己覺得氣息變好了 而且人又會精神 睡覺的質素都會好些 好了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就like、share和subscribe我頻道 還有我歡迎你的影片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